这个课程其中之后 所有东西都放在这 这学期好像已经到了企业学委了 我们大概就是YouTube最早的作业 再来是网页设计 再来就是App设计 期末就是以这个为主 网址就在这里 所以你只要到里面找应该该有的东西都有 这个应该都有记得 而且我东西应该都有放上去 而且放在Porto上 所以你到那个我们的这个 云端硬碟里面 那个App设计 然后 基本上我们前面几个作业 包含如何注册 不这边 如何注册那个 这个PhoneGap帐号 还有就是说 甚至里面 还有讲到如何删除 因为之前有同学 因为他免费的只能够传一个 可是如果你有第2个第3个 要产生第2个第3个那个App 的话 就是你安装的程式 那你就必须把它删除 那这边都有讲到 所以你可以把里面的图调出来 才会看一下 有个步骤 然后我们的102 106 上个礼拜204 这个上面都有 所以基本上 你可以按照这个顺序看 或者这边有个程式码 程式码里面你可以把它弹开了 里面都有详尽的 非常详细的这个说明 我把那个步骤 第一步要做什么 产生Home 这个Page 1-3 然后做这个导览列 这个导览列的步骤 大概就是 插入一个DIV 然后把那个 它的DataRaw 改为NetBar 给你步骤 做出来 如果你做 在左边的程式 画面 如果不一样的话 你可以比对一下 特别是 最容易出错的 应该是这个位置 就是 它应该是在DIV 后面 放这个DataRaw 而不是放在那个 UAL 很多同学做错都是放 UAL里面 然后再来就是更改它的图 等等 这个我想是 再还有List View 就是做清单 那做出来的结果 那当然你可以参考一下 大概就做出来的完成画面 基本上就长得像这样 上面 这个是放在那个 我们的header 就是我们的那个 等于是头的位置 然后头的上面 然后上面有三个 底下有三个NetBar 大概做出来的效果 类似像这样子 然后会有个back 回上一页 或者回上一页等等 那将来你们的那个 期末的那个作业 期末的那个 期末考作业 类似就是 长得 是用我们讲过的 在106 其实106部分的话 也差不了多少 基本上只是说把它稍微再做一些 更复杂的 一些变化 那 比较大的变化应该就是说 把那个 我们的NetBar 部分 放在哪里呢 放在下方 上面是放黑的啦 本来是放黑的 但是我们不是放黑的 把它放foot 那一样会有一个 列色view 在中间 底下会多一个 就是 一个影像地图 影像地图里面 一样可以做连结 大概是这个差异 那里面的话 需要做到的效果 一样 我又把它列出来 把它包含 就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那做什么 第四步 做那个 那个 内霸 导览列 等等的 那这个地方呢 会多 多两个东西 第一个就是说呢 我们 左边需要 回哄 右边需要 有一个下一页 那当然我希望将来你们在那个做 期末作业的时候 这两个东西 也能够出现 也能够出现 OK 所以大概你可以参考一下 那这些都是我评分的项目 那最后还有一个就是 布景主题 也就是说呢 它预设的颜色 可能是黑色 可能是蓝色 那些固定颜色 就是把它稍微改一下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在我的部落格里面 或者是说 下面我有 我把部落格部分 贴到这边来 你可以到那个 JQuery Mobile 里面 去找一下这个网站 然后换个颜色 等等的 怎么做 这步骤上面都有 最重要就是把 下载下来的那个 档案里面的某一个档案 你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个影片里面有讲 然后把它放进来 再修改 它的颜色 就会变更了 这个是106的 重点部分 然后还有就是 上个礼拜的204 那我都把那个 需要的重要重点 都放在这边 那你可以 看一下 大概把它review一下 我想你要做出一个 简单的App 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 而且你会发现 现在只要任何的活动 除了要网站之外 其实也需要一个App 不过有一些厂商 并没有提供 感觉好像少了个什么东西 而且大部分都会 产生一个QR Code 让使用者可以很方便的 去连结看到 我需要看到的东西 那这个App 我觉得 它的方便性 远远会比网站的方便 因为网站 你还要 可能 在手机上打开一个网 网页 其实感觉上 其实并没有那么方便 所以如果你做成一个App 基本上 那会方便许多 那这个是上个礼拜的部分 我们主要也是做出 几个重 最重要就是说 这个Netbar 我是把它放在中间 前两个范例 一个是放黑的 放在上面 一个是放 Footer 中间这个部分的话 它叫Content 也就是放在内容里面 那我们一样分成 可能有六个朝代 里面有 六种文体 好那里面的话呢 大概就是连连结进来 那我上个礼拜主要就是 当然 变换个颜色 必然的 然后呢 也把文字放进 不过我们延伸的变化 就是说 储持 请你在底下 也许再加个图 储持相关的图 然后呢 也许再加个List of View 指向目 比如说有什么 送欲 有那个 有曲缘 等等 因为 端午节快到了 反正你也可以再做一个 加一个有关曲缘 相关的作品 然后 大概步骤在底下 也可以把它稍微参考一下 我也把那个需要做到的效果的截图都放下来 最后一样做一个布景主题的修改 那你就照这个步骤 我想应该要把这个作业给做出来 应该没有 不成问题 所以基本上呢 这个部分呢 期末作业占30% 那另外呢 如果你之前的那个上课的作业 也其实都没有辞交 其实 没有交 跟辞交 当然辞交会好很多 因为至少你有交 只是说你辞交了 OK 然后这些作业你通通有交的话 这个部分的成绩占20% 有20分 所以如果你有 有些分数没有拿到的话 反正你就至少要交一下 OK 好那有这些步骤 然后再来 今天的话呢 我们接着继续来看 那个 还有一题 是那个 这个我是没放上来 那其他还有像什么文学 App作家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今天的话呢 继续要来看 就是那个 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是 有关那个什么 Camera People 这边也有一题 Camera 206题 那这个是网页版 那网页版 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有个什么名词解释 进来就这一个 相机种类 进来有这 这四个 然后 相片欣赏 意见回复 意见回复 就连接到 他的一个email 然后相片欣赏 的话呢 就是可以切换 哪一张哪一张 那如果说呢 这个东西 假设 网页版 放在手机里面 其实 感觉 并没有那么方便 因为你会发现 我们手机基本上是 垂直 拿的时候是垂直的 可是如果你今天塞一个这个网页进来 光点击这个你就会很头痛 这边这个连结这么小 所以呢我们今天要把那个 Camera People 206 改变成为什么 手机版 那手机版怎么怎么改 那第一个 我把这个画面稍微调整一下 大概类似像这样 一 我们还是一样 把底下的东西 做一个内部 那因为有四个啦 所以我把它放在下面好了 当然你将来 你可以把它放在上面 放 放上面放下面都可以 OK 不过我觉得啦 一般好像App做设计 比较多 是放在下面的 比较多 那这边有什么摄影名 主要就是有四个嘛 摄影名词 一进来就这一个 然后还有就是 相片的种类 那相片种类的话呢 有这 这 相机种类 点击 可以跳这个 back回去 跳这个 back回去 所以这个 这一题的话 我是希望能够 直接跳进来 那你不要直接全部都秀 秀在这一页 我希望呢 这边假如 我中间放个什么 用按钮好了 也许我这边放个button 四个button 有四个相机 然后分别可以连接到 我需要连接的 并且有一个什么back键 回到上一页 OK 然后还有相片欣赏 那相片欣赏呢 里面有总共四张图 那怎么欣赏会比较简单 我这边是 上一页 下一页 下一页 有没有 1234 那这第四张 又跳到第一 跳到第一页 那就第二张 一直循环 你会发现 我上一张的话呢 第一张 再按一下就第四张 OK 所以我希望看到的效果是这样 最后有个意见 意见分享 就是说最后的话呢 他有一个什么 意见 意见回复 意见回复是连接到 你的 email 信箱 大概会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做法 请各位 先把那个 206题 记得206的题目 范例档 先把它准备好 基本上流程是一样的 请在桌面上 新增一个 资料夹 名称就是 206 A PP OK 好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 好 那准备好之后 也把那个 我们需要的档案 就是 需要的范例档 206的范例档 把它放到那个 206 的那个 资料夹里面 来了 上资料夹里面 回答